第1066章 咕拉多的训练家 一天后 方圆海域某个火山岛上 受到咕拉多邀请 方圆心安理得地留了下来 短时间内 他是绝对不会走的 他要在咕拉多身上捞一点 好处再说 不然岂不是白来方圆一趟 不过也不算白来了 毕竟已经到手了大地尸板 这完全算是意外之喜 总之 当下为了获得更多的好处 方圆已经完全 把咕拉多看作成了自己的精灵 打算尽心尽力地特训 他几天 甚至 连伊布 猎咽猴他们都因此受到了方圆冷卧 撇着嘴 自己玩去了 方圆是典型的 有了新欢 就忘了就爱 开客了 一处山岩上 方圆双手背负 对着远处的咕拉多喊道 一天时间内 方圆教会了咕拉多三种飞行方法 不过 虽然咕拉多飞得挺开心 但是方圆心中却有些不满足于此 因为飞行虽然可以让咕拉多 在必要时刻躲避一些关键攻击 变得更加灵活 但是想凭借这一点 让他快速压制盖欧卡 无疑有些难度 到时候 如果咕拉多再和盖欧卡打平 那他这个训练家 岂不是很丢脸 构思了一天 是时候出大招了 猴 方圆 又有什么想法了 咕拉多过来后 向方圆询问道 对于平日里除了沉睡 就是沉睡的咕拉多来说 方圆算是他为数不多聊得来的人了 虽然咕拉多的力量强大无比 但是使用力量的代价 却也不小 烈焰猴开个七门 也就需要躺个几个月 可是咕拉多原始回归 和盖欧卡大战一场后 如果没有足够的自然能量 作为补充 往往可能需要沉睡 几十年上百年来休息 当然 这也和他们悠久的寿命有关 这个休息 对于人类来说 或许很长 但对于 顾拉多 可能就真的和睡觉一样 咕拉 但不管怎么说 因为这个作息 顾拉多很少有机会 像梦幻 凤王等精灵一样 暴出乱逛 因此眼界有限 所以现在 和方圆聊开了之后 再加上方圆是阿尔宙斯的使者 顾拉多也承认了 方圆有 东西 把他作为了平等生命看待 认可了方圆身上 有些东西 值得自己学习 目前 方圆就是他打败盖欧卡的契机 他得把握住才行 你听说过 C招式吗 好 C招式 顾拉多露出茫然的表情 C招式 是另外一个世界的 创世神光辉大神 降临到这个世界后才出现的 而顾拉多 上次苏醒 还是一千年前 上上次 则不知道 多久远了 而苏醒之后 不是打架就是打架 肯定不像凤王 梦幻一样 什么都知道 所以当方圆 问出Z招式后 顾拉多立刻露出茫然的表情 他还真没听说过 果然 我想了半天 最终觉得 或许通过Z招式来飞行 才是最适合你的 方圆认真到 Z招式的本质 就是 光能和属性能量的结合 通过把光能转化为 Z力量 然后去强化其他属性的 招式 而顾拉多你 虽然被誉为大地创造者 但其实你最本质的能力 是掌控光和热对吧 顾拉多对于光的掌控 就算比不上光辉大神 但也绝对不比卡普家族 世界术梦幻 凤王差 所以 对于顾拉多来说 Z招式这种另辟蹊径的 结合光能与属性能量的手段 或许可以帮助到他 快速变强 凤王都能教会 马夏多使用自主Z招式 方圆不信自己 给顾拉多教学 Z招式后 他学不会自主Z招式 恰好 顾拉多还是有一丢丢 飞行系天赋的 因为他能学会厌反 只不过 正常使用厌反 顾拉多使用出来 最多就像一个剑技 没法靠厌反飞行起来 但是 如果经过Z力量的强化 把厌反升级为飞行系 Z招式急速促冲 轰裂状后 那顾拉多毫无疑问 是能借助天空的力量 飞行吗 而且 由于顾拉多掌控庞大光能 他的Z招式效果 肯定不会差 绝对玩爆其他飞行手段 好 光能的新运用方法 对 既然涉及到了光能 无论是用Z力量 来强化其他招式 还是用来飞行 这应该才是 最契合你的力量 虽然用Z力量 强化顾拉多的 大地能力 火焰能力 不一定会有显著的效果 但是 用来强化顾拉多 最不擅长的飞行 效果 应该不会差 好 我康康 顾拉多 顾拉多露出 饶有兴趣的表情 而此时 方圆已经准备好了 喊来了快龙 并且拿出来了 飞行系 Z纯金 以及光辉石 打算给顾拉多 演示一下飞Z 不 不 快龙跑来后 先是和顾拉多大佬 打了一声招呼 直到现在 他还对顾拉多 有些阴影 昨天顾拉多 练习飞行的时候 快龙不长眼 在旁边乱飞 顾拉多看 这家伙飞得比自己好 一气之下 直接断崖之间 警告了一下 虽然没打中 但快龙也确实被吓到了 于是快龙也老实了 在这座岛屿上市后 他都选择了用走的 跑的 孤 顾拉多打了个格 表示快龙放心飞 不 快龙嘴角抽搐地 看向了天空 很想给顾拉多一个龙爪 如果打得过的话 可恶的顾拉多 因为顾拉多 他已经一天没看见 美纳斯了 由于顾拉多在这里 方圆 快龙实在不敢让美纳斯出来 老不是怕顾拉多 喜欢上美纳斯 而是美纳斯身上 有始云之海的波动 在顾拉多面前 放美纳斯出场 这不摆明了说 他们和盖欧卡有关系吗 不 接下来 在方圆和快龙的演示下 顾拉多看到了 方圆是如何通过光辉石 把光能转化为 Z力量的了 然后又看到了 Z力量 是如何强化快龙 那微弱的飞行力量 进而转化为 更强大的飞行力量 顾拉多表情惊奇 顾拉 原本普普通通的光能 通过那块石头的转化 竟然可以起到 大幅度强化飞行力量的效果 诺 你研究一下 又是两次演示后 方圆把光辉石 飞行系Z纯金扔给了顾拉多 让他自己看 而他和快龙 则找来了比克提逆充电 吼 与此同时 顾拉多这边越看越凝重 如获至宝 他从光辉石上 看到了不逊色阿尔宙斯的 力量痕迹 明白了过来 这块石头的主人 也是一个强者 力量手段很新奇 确实有值得他学习的地方 两天后 正如方圆预料的那样 作为传说精灵 顾拉多的天赋好得离谱 仅仅两天 就学会了 把光能转化为Z力量 看得一部他们羡慕极度狠 一番努力下 顾拉多不仅掌握了 自主将光能转化为 百搭的Z力量的手段 并且 还实验出了一个结论 像他的火焰招式 大地招式 因为本身就已经很强了 所以经过Z力量的强化后 提升微乎其微 基本等于零 但是像雷电招式 蕴含一丝丝飞行力量的 厌反招式 经过他转化的 Z力量强化后 提升的效果 却是非常恐怖 这是因为 顾拉多可掌控的光能太强了 所以他转化出来的 Z力量 也很庞大 好 天空中 携带飞行系 Z纯净的顾拉多 全身萦绕着蓝色的天空力量 不断地 飞行着 并且速度还不慢 此时说 他是飞行系精灵都没问题 顾拉多眼神 充满光芒 神奇 这个 Z招式太神奇了 比之前方圆教的 另外几种飞行方法 都要 厉害 他简直快感觉自己 和天空融合为一T了 好 一阵酣畅淋漓的飞行之后 顾拉多飞行回来了 方圆身边 眼睛发亮 想继续请教方圆 询问他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 他感觉 自己距离战胜盖欧卡 就差一步了 盖欧卡那家伙 肯定不会 Z招式 就算日后学了 也肯定是对于光能掌控更好的他 Z招式效果更好 一筹 回来了呀 坐在岩石上的方圆 对于顾拉多过来 似乎早就有所准备 他微微一笑 接下来 我叫你一个和飞行Z招式配套的战斗技巧 名为飞天欲剑流 又是半天之后 顾拉多站在岛屿边缘 眺望着大海 下一秒 他通过Z力量 使用厌烦猛烈的飞向天空 同时 双爪凝聚出了两把断崖之剑 顾拉多是大地创造者 他本身就是大地的化身 自然也可以直接凝聚断崖之剑 由自身操控 只不过 习惯了直接沟通大地 使用断崖之剑的顾拉多 从没往这边想过 因为他本身动作不灵活 拿着断崖之剑 反而束手束脚 但这一次 在方圆的引导下 他把断崖之剑拿在了手中 天空中 手持两把断崖之剑的顾拉多 如同龙卷风一般 剑舞飞行而起 然后又猛地朝着海面落去 飞行 Z招式急速俯冲 轰烈状加断崖之剑 加剑舞的三重组合剑 由顾拉多使用而出 他瞬间带着天空和大地的分量 双剑交叉 向着大海发出了斩击 哄 顾客之间 恐怖的力量波动爆发 而出 一两刀断崖之剑的斩击 形成的十字区域 在大海之中 构成了一个深渊 顾拉多硬生生劈开了大海 海洋的流动 此时仿佛静止 犹如被大地固化一般 吼 看到自己的杰作 顾拉多眼睛彻底亮了 完美 原本他和盖欧卡战斗时 每次都是盖欧卡的速度 占据上风 活动更加灵活 但是现在 不一样了 他感觉 借助飞行Z招式的自己 似乎可以比盖欧卡 更加行动灵活 会飞 真的很爽 再加上 他的力量 本来就比盖欧卡强 这一刻 顾拉多才真正地感觉到 自己似乎真的 有机会 用这个所谓的飞天欲剑流 承载天空和大地 共同的分量 一箭披萨盖欧卡那个蠢鱼 喂喂喂 你动静小点 别被监测到 岛屿边缘 感受着岛屿的震动 方元 看着兴奋的顾拉多头痛道 好 知道了 方元呵呵一笑 忽然觉得顾拉多很可爱 简直比凤王可爱多了 也没啥心眼 小心思一看就能懂 不像凤王那家伙 还自诩天空一样纯洁的心灵 结果一份 圣灰都不舍得给 嗯 连C招式都交给顾拉多了 也该要回一点利息了 他许诺的好处 到现在还没支付呢 想到这里 方元看向了天空中的顾拉多 到 喂 顾拉多 话说 你这个断崖之剑好帅 天空中顾拉多一愣 顾拉 能不能 教教我的精灵 学 学断崖之剑 片刻后 顾拉多皱着眉头 看着眼前的舔着舌头的宗颜狼人 这家伙 有学习断崖之剑的天赋 他怎么不信 我的宗颜狼人可以学会监视攻击和大地之力 而断崖之剑 是将大地的力量变化为利刃攻击对手 得 言不分加吗 说不定 他也有机会用大地的力量来强化监视 形成利刃 只要学会断崖之剑一成的神韵 就足够了 方圆惦记起了顾拉多操控大地的方法 学会断崖之剑后 这不比板木的土流壁帅 好 大地之力和坚视攻击的组合 要模拟断崖之剑吗 顾拉多思索片刻 或许 也不是不能行 由于方圆教了不少东西 还把飞行系Z纯金送给了他 顾拉多也不好拒绝 点了点头后看向了方圆 好 小意思 你连Z纯金都送我了 不要说一个断崖之剑了 你想学什么 想让方圆认为自己很小气 很豪迈地说道 真的吗 太好了 话说 我听说 你有个能力终结之地也很强 是不是和大晴天有关 我的衣布 妙蛙花 都对太阳能量有研究 这个 能不能也交响 还有我的百变怪 一直觉得你很帅 想学着变身你一下 你看看 能不能在他身上签个名 还有 原始回归 普通精灵可以掌握吗 还有 还有 顾拉多 等 等一下 第1067章 方圆地区 喂 顾拉多 越听越不对劲 刚开始才只要学断崖之剑 虽然不知道那条狗能不能学会 但是创造一个学习契机 也不费他多少力气 可是 到后面 方圆越说越过分了 连他抗衡盖欧卡的主要能力终结之地 都惦记上了 还有 普通精灵能原始回归吗 好问题 他也想知道 方圆问他 他问谁去 毕竟他也没见过 顾拉多瞪着同龄般的大眼睛 看着方圆 我就客气一下 你还真都要啊 如果不是和方圆有了点交情 他直接一发断崖之剑过去了 七顾太甚 吼 是不是要学得太多了一点 方圆 那 交不了吗 顾拉多 顾拉多很想说交不了 可是 方圆这失望的语气是怎么回事 短短五个字 顾拉多竟然品出了 如果自己说交不了 就会显得他很垃圾的意见 不一 哦 茫茫 这时 方圆的一堆精灵 也不知道从哪里围了过来 围在了方圆身边 露出落寞的表情 没关系的 他们能理解的 毕竟顾拉多是 高高在上的神话时代的传说精灵 怎么可能会抽出时间 来指点他们这些普通精灵 能送飞行戏 字一纯精 给顾拉多 是方圆的荣幸 他们竟然还图什么回报 太蠢了 不一 一部眼泪都挤出来了 虽然精灵们什么都没说 但情感流露于眼神之中 唯妙唯笑 直击顾拉多内心 顾拉多 咕了 顾拉多一脸黑线 停下 不要再流露这种 很让人误会的表情了 搞得他很下不来台啊 顾拉多心中 越来越不是滋味 是他要求方圆留下来的 同时 也许诺了方圆之后 会有好处 方圆也 尽心尽力地 连飞行 字一纯精这种宝物 都送给他了 他不回报点什么 的确说不过去 但问题 就出在 方圆要的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都给 都快要把他 从顾拉多 薅成顾拉西了 不行 顾拉多 你是大帝的霸主 你得像大帝一样 慷慨才行 不能让普通精灵小觑你 不然 你和盖欧卡那条 胖头鱼 有什么区别 就算你教 他们 也不一定能学会 而且 这方面 你才是行家 说不定糊弄糊弄 就糊弄过去了 自我反省的 顾拉多猛然点了点头 然后咬了咬牙 好吧 哪怕被薅成穿山鼠 他也认了 送点东西 给方圆 不亏 大家都是自己人 都是站在同一战线 对抗盖欧卡的 好 行了行了 我叫 不过他们学不学得会 我就不知道了 顾拉多忍痛道 好业 顾拉多最终表示后 方圆落寞的眼神 恢复了光彩 露出了笑容 其他精灵也都欢呼雀跃 搓手手起来 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待了这么多天 终于可以有点回报了 飞行不易 顾拉多叹气 但想起自己的沉默 顾拉多一狠心 还是选择冲了 猴 第一个是要叫什么来着 他转头看向了方圆 此时 方圆这边 伊布 猎咽猴 宗颜狼人 妙蛙花 百变怪之类的精灵 都在旁边眼巴巴地 看着顾拉多 第一个 断牙之剑 大地力量的用法 方圆 把宗颜狼人喊了出来 同时 还看向了妙蛙花 他们两个 好像都可以学学看 与此同时 顾拉多也看向了 宗颜狼人和妙蛙花 沉默过后 他缓缓转身走去 吼 火山内部 伴随顾拉多一声大吼 原本沉睡的休眠火山 忽然沸腾起来 仿佛要喷发一般 把方圆等人吓了一跳 不过顾拉多 皮肤接缝呈现出 熔岩状的橙黄色 宛如要原始回归一般 他依然在不断地走着 犹如六弯 一步一步走下 不一会儿 顾拉多脚下的地面 全部变为了暗红色 并且干裂起来 地面裂缝上 仿佛冒着炽热的光芒 像是随时有东西 要从地底喷涌出一样 完成了这一切 顾拉多转过头来 看向了方圆 咕了 好了 我创造了一处大地 这处地面 沟通着地底最深处 感悟大地深处的力量了 顾拉 想学会断崖之剑 这一步是基础 当然 虽然大地的力量 已经被我镇压一部分 但对于普通精灵来说 骑上的高温能量 可能还是无法忍受的 顾拉多看着自己的作品 面积大约一个 房间大小的滚烫地面 露出满意的表情 站在这上面 感悟大地力量 最深可以感悟到 地脉和地壳那边的 大地力量 无论是强化地震力量 还是想掌握熔岩力量 都可以做到 至于想借助大地之力 强化岩石 那就更简单了 但前提 是 时时刻刻都得忍耐住 大地深处溢出的高温能量 这一步 就可以卡死99的精灵了 完成了这一切 顾拉多呼了口气 创造温和的大地环境 简直比直接引发火山爆发 还累 不过虽然温和 但也只是相对他而言 顾拉多腹黑了起来 如果方圆的精灵忍受不了 可别怪是他不叫 呼 顾拉多从那处地面 走出的时候 看起来简直比岩浆 还热得暗红大地闪烁着幽光 一股股热气 不断从大地深处喷发 爸 那 此时 顾拉多离开那片区域后 妙娃花有些淡疼地 看着那片区域 虽然还没接近 但滚滚热气 已经让他就有一种预感 只要自己站在那上面 别说感悟什么了 一S之内 必定烫伤魂却过去 这波 天克草系精灵 妙娃花的反应 让顾拉多哼哼一声 真正的大地力量 可不是连一只草系精灵 连接大地深处的炽热 大地环境完成后 不用方圆提醒 宗颜狼人 眼睛一亮地冲了上去 直接一跃而上 跳到了上面 大约不到0.1S 宗颜狼人 便发出剧烈的痛苦叫声 宛如宰狗一般的狼嚎 想撤火山内部 一边被烫 宗颜狼人 一边身体变大 不过即使变大了 来源于大地深处的 高温能量 依然让他痛不欲生 但是 此时此刻 宗颜狼人却也感觉很爽 别说还能提升实力了 就凭这笔世界术 殴打他还酸爽的痛绝 就值得他在这上面 打滚了 感觉自己的身躯 开始被大地强化 宗颜狼人不一会儿 就露出痴痴的笑容 脸上兴奋与痛苦交织 妙娃花 固拉多 固拉多 你到底是疼还是爽 一不 猎咽猴等精灵 也咧了咧嘴 这该死的抖M 吧 那 看到宗颜狼人这么勇 妙娃花连忙眼巴巴地 看着那片区域 询问起方圆 不会也要让自己上去吧 精灵与精灵的体质 不能一概而论 自己是草蟹啊 和宗颜狼人不一样 方圆沉默后 爆 你就算了 固拉多对于大地力量的运用 是最狂暴的一种 沟通地和深处 不适合你 相比较下 龙田之神土的云 操控大地强化植物的 大地之力用法 比较适合你 这一刻 妙娃花庆幸自己 只是一个园丁 虽然同为大地之力的用法 但是 固拉多的用法 和其他地面系精灵 还是有区别的 像固拉多 救主攻击 而土地云 则主丰绕 作为草系精灵 想修炼大地之力 明显后者更适合 爸 那 总之听到方圆这么说 妙娃花松了口气 他可没踪 阎狼人那个受虐的癖好 好 土地云 看到妙娃花不敢上来 以及方圆提到土地云 固拉多 露出不屑的表情 他这个大地之力的用法 才是王道 一脚下去 火山爆发不好吗 虽然说 火山爆发后 妙娃花可能会死得更惨 不过 宗严狼人 倒是的确让固拉多 刮目相看了 固拉多心惊地 看了看那条 还在打滚的狗 好家伙 你到底要坚持多久 如果能适应了 这个温度的大地力量 说不定 这只狗 真的能重现 断崖之间的一两成力量 固拉多想到 接下来 出于好奇 方圆也把伊布 烈焰猴 他们挨个 扔了进去试试 结果妈 只是待了一两秒 伊布就呲牙咧嘴地 跑了出来了 痛苦是真痛苦 而且付出 和回报不成正比 不待 他地面既招式 就会泼杀 待什么待 方圆笑呵呵的 他也没想让伊布改行 纯粹是想烫烫伊布 烈焰猴这边 也是 满头大汗的 在那处地面 蹦了几下后 也出来了 虽然他想变强 但他也不傻 自己跟大地力量 根本扒杆子打不到 方圆可能就是想看他出丑 咔咔咔咔 在方圆的指示下 手机骆托姆一连气 拍了好几张伊布 和烈焰猴被烫的照片 作为留念 心满意足 只剩下了纵严狼人 还在痛苦并快乐着 好了 我们不要管他了 固拉多 接下来 是太阳之力 日照之力 终结之地的运用 好 还在观察纵严狼人的 固拉多脸色一黑 休息时间都不给的吗 固拉多对于太阳力量的操控 几乎可以说是精灵世界独一份 相比索尔加雷欧 这个丢人的 只擅长操控光 却对高温无可奈何的 太阳使者来说 固拉多无疑兼具了 全部的太阳之力 用法 常态下 固拉多就掌握日照特性 可以利用强光时雨云消失 洪水蒸干 而原始回归后 他开始能用岩浆状的身体 散发出的高温 来控制天气变化 将普通日照转化为 强烈日照 也就是原始固拉多的特性 终结之地 这种天气下 强烈的高温 连大海都可以蒸干 水系昭示 甚至在这种天气下 无法使用出来 能够抵抗终结之地的 也只有盖欧卡的 始源之海 和裂空座的 德尔塔气流了 所以比齐索尔加雷欧 明显固拉多 才像真正的太阳之神 这一次 固拉多教导 操控太阳力量的方法 依然简单粗暴 以火山岛附近的海域为原型 一股高温逐渐扩散开 海洋开始蒸发 照射这片区域的光线 逐渐毒辣起来 固拉多吸收着 庞大的日照之力 最后直接凝聚一个 迷你太阳 挂在了岛屿上 最终 迷你太阳变成一个火球 天空被染成橘色 阳光 倾泻 火球的光芒 随后也被固拉多 锁定在了一小片区域 那一片区域的大地 瞬间干裂 干裂的部分 模糊 可以形成一个类似的图案 和刚才一样 固拉多打算让方圆的精灵 自己去感悟 这颗迷你太阳内部的力量 能糊弄就糊弄 能摸鱼就摸鱼 这颗迷你太阳 最外层是普通的太阳能量 中间是比较强烈的日照之力 而核心 则涉及到了一些 终结之地的力量 对于太阳力量的运用方法 它可以说是层层地径 塞到了这颗迷你太阳里 只要不断接近 迟早可以感悟到 鸟娃花快哭了 这种阳光 别说让植物更好的成长了 不晒死植物就不错了 固拉多的力量 怎么都这么狂暴啊 方圆也沉没了 好吧 固拉多这家伙 代表大汉 期望他的阳光之力 能强化植物 别想了 果然还是 Z力量 这种对阳光温和的用法 更适合妙娃花强化植物 接下来 倒是可以让伊布 尤其是进化为太阳形太后的伊布 以及猎眼猴 去感悟下看看 好 制造完成后 固拉多装作很累的样子 询问方圆怎么样 并沉默 只要方圆留在岛屿上一天 他都能保证 其中的能量 是最充沛的级别 随后 有不懂的地方 也可以问他 固拉多表示 在他的指导下 方圆的精灵实力提升进度 绝对一日千里 谢了 固拉多 方圆 看向了固拉多 咕了 固拉多笑着点了点头 这就糊弄过去了 真好 人类真好骗 虽然制造这两个区域也挺麻烦的 但对于他来说 不会伤及到自身力量本源 挺好的 然而 很快固拉多的笑容就凝固了 固拉多 我听说有一个宝物珠红色宝珠 其中蕴含了 庞大的自然能量 甚至可以 让你原始回归 这种凝聚着 你的力量的宝物 你能不能制造出来一个 送我们收藏 我们分开后 也算有个纪念 方圆 期待问道 想 凭借两个场所就打发他们 门 都没有 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吗 源于这颗星球本身的自然能量 才是这两只超古代精灵最珍贵的东西 也是能让他们 疯狂抢夺的东西 一点就够 做个纪念 我不贪心的 固拉多 感觉自己要从固拉西 变成古力西了 方圆开始收利息的时候 他失踪已经好几天了 这座破岛 根本连的信号都没有 也是伊布认为这李鸟不拉屎的原因 几天的时间 帅哥 利拉 也早就联系上了方圆联盟 江水舰队绳之以法 不过 带着固拉多一起 失踪的方圆 接下来却成为了方圆联盟最头痛的存在 如果方圆出现冒个炮还好 但方圆直接和固拉多一起失踪了 一点消息 也没有 这谁能放心 但不放心 也没办法了 目前方圆联盟 有更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 在冠军大吴的调查下 方圆联盟确定了一件非常蛋疼的事情 不仅水舰队捕捉到了沉睡的固拉多 熔岩队 竟然也找到了沉睡的盖欧卡 并且藏了起来 这两个奇葩组织 找到的全是对方想要 自己讨厌的超古代精灵 固拉多被奇怪的家伙 带走不知所踪 盖欧卡也被极端组织捕捉 方圆地区 喂 第1068章 苏醒的盖欧卡 方圆地区 城华市 一个针对熔岩队临时建立的作战中心内 大吴和米可丽 正在饶有兴趣地观赏着一个对战视频 视频画面中 一只凤王正和一只巨精怪对峙着 百变怪竟然可以变身 凤王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是因为那根羽毛吗 冠军大吴觉得神奇 可惜 也只是羽毛而已 如果是羽毛化石 收藏价值或许会更大 米可丽的 那只百变怪携带的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红色之羽了 橘子群岛时候 难道凤王把方圆丢下去的原因 是因为方圆拔了他一个毛吗 大吴 啊 虽然感觉很符合逻辑 但总感觉 有哪里不太对 喂 两位 大吴和米可丽讨论得很精心的时候 一遍又一遍 看到自己被虐视频的 对战塔大军莉拉 终于忍不住了 大吴先生 米可丽先生 现在当务之急 不是应该讨论 如何对抗熔岩队吗 为什么总是看这个视频 莉拉气得牙痒痒 完美逮捕了水舰队之后 他和帅哥 因为也亲身卷入到了 超古代精灵事件的原因 被派来大吴这边 协助他们对抗熔岩队 同时 还有一个任务 辅助大吴等人 找到失踪的方圆 可谁知道 到了这边后 大吴和米可丽竟然在讨论 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锦标赛视频 而且还津津有味 莉拉 大吴先生 这个视频 有什么研究价值吗 帅哥也颇为无奈的道 干点正事吧 大吴先生 帅哥曾经就听说 方圆冠军大吴经常不甘正事 到处跑去挖石头 现在看来 没准传闻都是真的 大吴微微一笑 道 当然有 帅哥先生 你之前说了 方圆先生派出一只达克莱伊 轻松辅助你们解决了水舰队 解救出了固拉多士吧 帅哥点了点头 是的 那只达克莱伊很强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那次行动就麻烦了 大吴道 现在的情况 和你们当时的情况比较类似 而且更为复杂 目前 熔岩队全体成员都会聚在105号水路一处 海之窟附近的烟火岛上 那里应该有着他们的临时基地 盖欧卡 也疑似被他们运往到了那里 目前 我 米可利 还有城华道馆的千里先生 都会成为进攻烟火岛的主力 不过 虽然我们有信心战胜熔岩队 但问题也显而易见 我们没有掌握方圆那样的 能够瞬间控制熔岩队的手段 但是 熔岩队手里 却有着唤醒盖欧卡这一张底牌 令我们不得不小心行事 大乌头痛 如果不是得到熔岩队捕获到了盖欧卡的消息 他和米可利 早就把熔岩队的各个部队逐一歼灭了 现在 大乌也不知道 方圆地区是幸运还是不幸 不幸的是 两个原本沉睡中的祖宗级别的超古代精灵 被邪恶组织找到并且捕获 幸运的是 这两个非法组织捕获到的超古代精灵 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所以目前都没有轻举妄动 唤醒超古代精灵 而且更幸运的是 其中之一的水剑队已经被联盟逮捕 这也就是表示 熔岩队和水剑队没有了交换捕捉到的超古代精灵的机会 动画中 各自捕捉到对方想要的超古代精灵的两个组织 虽然互相看不顺眼 但为了自己的理想 最终还是选择了交换超古代精灵 而现在 被方圆一干扰 只剩下了熔岩队还掌控着盖欧卡 至于水剑队 则已经丢了固拉多 还赔了自己 所以现在 如果也想安全顺利回收盖欧卡 仅靠我们 或许还不够 找到之前帮助你们的方圆先生 得到他和达克莱伊的帮助 成功几率会更大 大无道 没有100成功率之前 我们任何行动 都是打草惊蛇 帅哥 话是这么说 可是现在根本联系不上方圆 利拉 那家伙 去安置沉睡的固拉多后就失踪了 难道是固拉多忽然苏醒 把方圆 利拉 算了 我想多了 应该不可能 方圆那只快龙飞行速度还是不错的 固拉多虽然力量强大 但毕竟不会飞 速度也慢 众人点了点头 所以方圆到底干嘛去了 利拉本人更是后悔 自己干嘛 让方圆一个人去送固拉多 这下好了 固拉多丢了 方圆也丢了 米可丽笑道 没关系 找方圆也只是对抗熔岩队的计划之一嘛 如果一天内还联系不到他 正在灵界的芙蓉天王 应该可以赶来了 他是幽灵系大师 也精通暗杀和催眠 到时候有他帮忙 成功率也不会太低 大无点了点头 至少比他们当下强攻要靠谱 谁让他的聚精管 根本不擅长催眠啊 东 抱歉 我来晚了 由于熔岩队藏盖欧卡的地方 疑似是105号水路 接近城华市 所以城华道馆的训练家千里先生 也是这次行动的主力之一 众人聊着聊着 千里也推门入 进入了会议室 与此同时 115号水路 熔岩队的秘密基地之一 烟火岛上 某个建于洞窟中的基地内 熔岩队首领赤燕松 一脸的阴沉 由于水舰队 熔岩队敌队关系 双方组织中 都有对方的卧底 目前 凭借卧底传回的情报 赤燕松 已经知道了 水舰队捕获到固拉多的消息 并且 也知道了 水舰队在这之后 主要部队被方圆联盟逮捕 固拉多也落入 联盟之手的消息 如果固拉多 落入水舰队手上 还好 后续双方还可以交易 但落入联盟手中 无疑加大了 他们最终获得 固拉多的难度 水无童那个愚蠢的家伙 竟然让联盟黄雀在后了 哼 赤燕松做成私状 熔岩队干部火焰 篝火等人 都平静地站在房间两侧 等待赤燕松的决策 如果最开始 抢夺地图的时候 抢到的是 另外一张就好了 许久后 赤燕松叹了口气 标志超古代精灵位置的地图 原本是一份 不过在熔岩队 和水舰队的抢夺下 地图一分为二 双方各得一份 抱着侥幸心理 双方寻找起 超古代精灵 但结果还真让他们 遇到了最无语的事情 熔岩队找到了 沉睡的盖欧卡 水舰队 找到了沉睡的固拉多 赤燕松现在想来 如果当时得到的是 正确对应的地图 或许现在 也就不用这么纠结了 赤燕松大人 不好了 就在赤燕松思考 要不要拿盖欧卡 威胁方圆联盟 逼迫对方 交出固拉多的时候 忽然 他旁边那个身材娇小 还有两个恶魔小脚的女性 表情猛的一边 沟火看着 手腕闪烁的装置 立刻开口 赤燕松大人 盖欧卡正在自主苏醒 尝试突破我制造的枷锁 你说什么 容颜队首席科学家 沟火的话 让房间内的干部们 表情齐齐一变 赤燕松更是盯着沟火质问道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 正常情况下 只要不主动刺激他 盖欧卡在几年时间内 都不会主动苏醒吗 沟火点了点头 倒 的确是这样 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 可恶 听闻沟火的汇报 饶氏赤燕松 拥有冷静沉着的性格 此时也有些不淡定了 他可是知道 他们目前都被联盟锁定着 联盟不敢轻举妄动 是因为他们掌控着盖欧卡 如果盖欧卡出现意外 他们顿时也会遭受打击 外界 烟火岛 某处 一个类似泳池的地方 一只躯体呈深蓝色 常有两只巨大的胸鳍 和鲸鱼相似的精灵 缓缓在枷锁的束缚下 睁开眼睛 这只精灵 下巴 眼睛 其的背部和躯干上 均有红色的条纹 并且 此时微微放出着光芒 好 苏醒过来后 感觉有什么东西 在束缚自己 盖欧卡猛然甩动 分裂成四条条带状的尾巴 一瞬之间内 这些装置轰然破碎 盖欧卡的身躯 也缓缓飘浮起来 此时 感受着周围的环境 盖欧卡疑惑无比 不过 更多是愤怒 当下 根本还没到他预计的苏醒时间 但是沉睡中 他忽然察觉到 有生物在偷取方圆地区的自然能量 自然能量的遗失 直接无法让盖欧卡 继续安稳睡下去了 虽然说 现在还没到自然能量喷发的时间 就算是要强行 吸收 也吸收不了多少 但是盖欧卡 还是有些不爽 这种在他睡觉时候 偷他的东西的行为 算什么 而且他知道 目前有这个能力 强行吸收自然能量的 也 只有固拉多那个傻大哥了 所以 是固拉多提前自己一步苏醒 然后暗中偷偷摸摸地 偷取着方圆地区的自然能量 吼 理清思路之后 盖欧卡又生气又想笑 固拉多已经温落至此了 连这么点自然能量都要吸收了吗 不管怎么样 方圆地区自然能量的遗失 让盖欧卡不能再沉睡下去了 哪怕固拉多吸收的 自然能量在手 他也不能让固拉多得逞 这是底线 吼 盖欧卡直接一记根源波动 炸开了 困住自己的仓库 正如盖欧卡感知的那样 固拉多的确在提前吸收 方圆地区的自然能量 不过 他真的不是为了自己 在星球的自然能量 没有喷发之前 这点强行吸收出来的自然能量 他也看不上 这些自然能量 纯粹是因为 固拉多在凝聚力量结晶的时候 自然而然被吸引过来的 吼 费尽千辛万苦 固拉多终于凝聚出了一颗 由熔岩形成的预制的红色宝珠 这颗宝珠掌心大小 十分耀眼 内部蕴含恐怖 却有温和的自然力量 其上 更是有着代表终结的图标样式 毫无疑问 这个就是固拉多的 力量结晶了 虽然比起能让他原始回归的 那颗珠红色宝珠 这颗宝珠蕴含的力量 小伤很多 但对于普通精灵来说 也十分恐怖了 凝聚出这么一颗东西 即使是固拉多 此时也肉痛万分 这些转化过的自然结晶 可都是他拼了老命 和盖欧卡战斗抢回来的 但很快 固拉多又松了口气 没关系了 以后再和盖欧卡战斗 他抢的应该就比较轻松了 好 这下总可以了吧 固拉多慈眉善目地盯着方圆 这颗宝珠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如果方圆还得寸进尺 除非方圆送他十块飞行 自以纯金 不然他饶不了方圆 可以了 可以了 此时 方圆也知道PY要适度 探到这颗红色宝珠后 方圆已经满亿万分 这颗宝珠中 蕴含来源于方圆大地 最纯粹的自然能量 庞大无比 几乎有着能让精灵 脱胎换骨的功效 这种自然能量 和比克提尼的无限能量一样 可以转化为各种不同的力量 比如固拉多使用 就会转化为固拉多需要的 大地自然力量 火焰自然力量 盖欧卡使用 就会转化为水系自然力量 动画中 小只的皮卡丘 就曾经被类似的红色宝珠 融合 控制过心神 但那是因为那时候的皮神 还无法驾驭 这股庞大的力量 所以只能反被控制 成为力量的奴隶 不过即使如此 经过那一次 皮卡丘 也逐渐走上超神之路了 而现在 固拉多制造的这一颗 力量更少 也更为温和 正适合他来使用 不用担心精灵反被红色 宝珠的力量压制 最主要的是 这个宝珠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和生命之火一样 使用一次后 可以冷却等待他自己 吸收自然能量 无限使用 无论是用来给百变怪变身 还是给精灵融合临时开挂 还是给精灵锻炼原始回归 锻炼自然能量使用 这个道具 即使是在传说级资源中 也是最顶尖的宝物了 只在石板之下 方圆看向了 哭丧着脸的固拉多 就知道 这东西是真的不错 固拉多 谢了 下次再多给你带来 一点飞行Z1纯金 不 给你带来一个飞行系 Z1纯金串的项链 方圆大气道 Z1纯金这种东西 固拉多以为很稀有 但他却能去守护神那里批发 给普通训练家 守护神们 都是一个个地给 但是他去拿 却是一盒盒地拿 要多少有多少 中间商赚差价 真舒服 哗 听到飞行Z1纯金 固拉多心中也舒服了一点 不过下一秒 固拉多忽然看向了远方 露出凝重的表情 固拉多面色一变 让方圆愣了一下 怎么了 固拉多 哗 固拉多看向了方圆手中的红色宝珠 沉默片刻 哗 太好了 应该是制造红色宝珠的时候 自然能量的一变 导致盖欧卡那个家伙 也提前苏醒了 太好了 我要去虐他 方圆 等 等一下 固拉多说完 方圆当场猛逼 忽然感觉这颗宝珠有点烫手 你是说 盖欧卡也醒了 你要去打架 吼 是啊 方圆茫然了 别罢 他真没想引发方圆神战 如果接下来 因为固拉多和盖欧卡打架 方圆地区寸草不生 岂不是他方圆的锅 方圆连忙劝道 现在不是没有自然能量可抢夺吗 现在大家多浪费体力啊 固拉多刚想往盖欧卡那边飞 方圆 这句稍微有点道理的话 让固拉多停住了 也对 万一提前把臭氧层那条 绿虫子招惹过来就不好了 好 那就给他一箭就跑 我会飞了 真刺激 方圆 好 要不要一起去 我带你飞 方圆 怎么阻止方圆神战的发生 在线等 挺急的 不行 自己得跟过去阻止才行 第1069章 被打猛逼的盖欧卡 联盟历215年 方圆地区 天气研究所 一群白大褂研究员 茫然地看着图表中反映的天气变化 有点难以接受 经过检测 武斗镇与城华市之间的115号海域 忽然降临了百年来最大的一场暴雨 并且 暴雨还有向着四周扩散的趋势 武斗镇 城华市之间 无数大大小小的岛屿 城市 城镇都被大雨所笼罩 海洋中的水流更是疯狂咆哮 怒猴 宛如一幅末日景象 天灾一变的恐怖程度 丝毫不亚于之前橘子群岛遭遇的灾难 方圆地区上一次出现这样级别的天灾 还是千年之前 固拉多 盖欧卡 在琉璃市的那一战所导致的 而现在 天气研究所中 众多研究员绝望地发现 这次的一变 好像 又又又是超古代精灵所引起的 盖欧卡 苏醒了 而且醒了后不甘人事 立刻祸害方圆地区 多大仇多大院 干 猴 熔岩队基地之一 烟火岛周围 十几个巨大的漩涡包围了这座小岛 漩涡中心 通天海流化为高达上百米 直径十几米的水龙卷 连接天际中的乌云 乌云中 更是有雷霆肆虐 一道道雷霆披下 黑暗又明亮的天空中 盖欧卡黄色宛如野兽般的暴虐目光 看着下方时 充满了冷漠 这次苏醒 他本来是想去找 固拉多麻烦的 但谁知道 一群不长眼的人类 竟然要试图控制自己 盖欧卡突破枷锁后 熔岩队的首领赤燕松 立刻下令 打算重新控制住盖欧卡 但就是这样一个命令 直接让整个烟火岛 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此时 盖欧卡哪还不知道 就是这群人 把沉睡中的自己带到了这里 而且在自己醒了后 对方似乎还打算控制他 固拉多能忍他不能忍 好 盖欧卡可没什么好 脾气 他打算先送这个岛屿上的人类 回归原始再说 让他们在最绝望中 投入大海的怀抱 怎么可能 烟火倒地面上 赤燕松看着天空中 那道飞行的身影 瞳孔缩小到了极致 脚步不断后退 除了他之外 熔岩队干部 普通成员们 也都吓破了胆一般 呆愣愣地看着天空中那道身影 超古代精灵的力量 真的是 人类可以控制的吗 赤燕松大人 在我们寻找到 可以控制超古代精灵的宝珠之前 苏醒后的超古代精灵 还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熔岩队干部 火焰脸色苍白地开口 到 别管这里了 我们逃跑吧 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潜水艇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不知道 能不能顺利离开这里 熔岩队首席科学家篝火 看着远方席卷来的 高达几十米的滔天巨浪 心中沉默无比 这么恐怖的巨浪拍来 还有附近这么多的漩涡干扰 就算他们进入潜水艇中 逃离这片区域的几率 也近乎为零 为什么 盖欧卡会苏醒 究竟是哪个该死的 那个就是盖欧卡吗 此时 原本在城华市商量对策的大巫 米可利 帅哥 莉拉 千里五人 感受到城华市附近的变化 以及得到天气研究所的紧急通知后 也已经赶了过来 一架由德文公司出品的 油能量卫能源的直升机中 五人远远地望着被漩涡 海浪包围的烟火岛区域 心中震撼无比 原来纯粹的暴力 也能如此华丽 岛屿的能力 如果是原始回归后的盖欧卡 恐怕整个方圆大陆 他也可以随时淹没 米可利难难道 大巫道 喂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了吧 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弄清楚盖欧卡 他算要做什么 帅哥 莉拉疯狂点头 还好当时的咕拉多没苏醒 不然 他们可该头痛了 千里 是啊 还是想办法让盖欧卡冷静下来吧 我可不想让 这个大家伙 接近城华市 毕竟他的家人都还在那边 五人一时间都有些沉默 主要他们不知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盖欧卡是被熔岩队唤醒的吗 熔岩队应该没这么做死 他们肯定知道 唤醒超古代精灵的后果 而且 唤醒盖欧卡 跟熔岩队的理念 根本不一致 盖欧卡的苏醒 让大巫等人猝不及防 此时更让他们担心的是 盖欧卡 是不是只想毁灭这一座岛屿 如果是的话 还好 如果盖欧卡之后 还不肯罢休 那么周围的大城市城华市 武斗阵 恐怕会首当其冲 到时候 造成的损失 就难以估量了 你们说 盖欧卡苏醒了 不会固拉多 也要苏醒了吧 仅仅一个盖欧卡 就够头痛的了 如果固拉多也苏醒 那 这时 莉拉忽然开口 大巫 米可丽 帅哥 千里等人 瞬间看向他 我说 咱能不能说点好的 一只盖欧卡 还不够你对付的吗 固拉多 盖欧卡 都苏醒 你是想让方圆地区灭亡吗 开个玩笑 我相信方圆先生 一定可以安置好固拉多 感受到上司帅哥的目光 莉拉善善一笑 方圆先生去的方向 和这边 截然相反 固拉多就算苏醒 也肯定胆不过来 除非他会飞 他话音刚落 忽然 一缕阳光 照颇乌云 照亮了整个烟火岛 并且 在大巫 米可丽 帅哥 千里等人怪异的表情 一声宛如怪兽的咆哮 从远方传地而来 莉拉表情呆滞地看了过去 只见远处 一道巨兽身影 一脚一片陆地 拖着长长的熔岩大队走来了 红色巨兽 赫然就是固拉多 不 不会吧 莉拉拿起望远装置 僵硬开口 固拉多还真来了 除了不是飞来的 他都乃中了 莉拉小姐 少说两句吧 大巫等人都是一脸的漆黑 只听说莉拉小姐是超能力者 没听说她是预言家啊 帅哥先生 建议把这个莉拉开除国际刑警组织 与此同时 烟火岛上 熔岩队成员们 疯狂逃窜 试图钻入岛上的一艘 搜潜水艇内 已躲避这次海啸 赤燕松 篝火 火焰等人 也来到一艘潜水艇旁 他们看着天空 那道深影 时时没有进入里面 他就那样看着我们 进入潜水艇 没有丝毫阻止 熔岩队干部火焰道 因为他知道 无论如何 我们也逃不掉吧 篝火耸了耸肩 不对 你们感觉到 没有 盖欧卡 好像是在 发呆 赤燕松进入潜水艇之前 最后看了盖欧卡一眼 猛然看到了 不一样的神态 此时 盖欧卡的神态 的确有些 恍惚 导致周围的暴雨雨时 都小了一些 不对 并不是因为盖欧卡发呆 所以导致暴雨变小 而是暴雨变小 导致了盖欧卡发呆 随着一缕阳光 照破乌云 照亮了整个烟火岛 并且还有一股日照之力 驱散起盖欧卡的降雨 让海浪蒸发 盖欧卡顿时看向了远方 喉 他直接发出了惊天怒吼 明白了 正在过来的精灵是谁 混账固拉多 我没有去找你 你自己反倒是送上门来了 而且 还中断了 降雨进行挑衅 喉 远方 还未接近的黑点 同样很愤怒 固拉多虽然感知到了盖欧卡苏醒 并且正在运用力量 但是固拉多没想到 盖欧卡 竟然是想凝聚力量 毁灭自己曾经创造的岛屿 虽然说 这里只是他的沉睡地点之一 但盖欧卡这种行为 不是挑衅是什么 两只暴躁的超古代精灵 还没完全碰面 瞬间找茬 互相看不顺眼起来 那果然是 固拉多 随着盖欧卡 停止对岛屿的覆面 反而看向了远方接近的黑点 熔岩对一群人 也下意识看了过去 当他们看到那红色 巨瘦后 先是愣了愣 随后 施燕松本人 露出无比喜悦的表情 哈哈 果然是固拉多 固拉多 固拉多 是来帮助我们 对抗盖欧卡的吗 火焰看着阳光 坐着一个人嘛 篝火内心无比的惊诧 随着篝火提醒 周围的熔岩队成员 瞬间脸色一变 不只是熔岩队表情一变 大巫等人乘坐的直升机中 这五人随着更清晰 看到固拉多的身影 表情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变化 很怀疑自己的眼睛 在大海上行走来的 固拉多的肩膀上 正站着一个 穿着红白色战斗服的青年 而青年的肩膀上 还趴在一只衣布 这熟悉组合 不用说 大巫等人也知道是谁了 方圆 众人都张大了嘴巴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 方圆 不是去安置固拉多沉睡了吗 怎么特喵地骑着固拉多 来到盖欧卡的这边了 靠 最最最主要的是 能毁灭一个大陆的 超古代精灵 竟然给人骑 光骑着凤王还不够 这回来骑固拉多了 下一个 是不是就是时空双龙了 而此时 站在固拉多肩膀的方圆 也感觉挺突然的 不是说好了 先友好沟通 然后友好切磋一下 不生气的吗 怎么一上来 又火药味这么浓 原本站在固拉多肩膀上 没什么感觉的方圆 顿时感觉燃起来了 物理化学意义上的燃 他感觉固拉多身体正在变热 而自己 也快要被燃熟了 不一 此时一步也挺怕的 缩成个球 不断冒出寒气 试图冷却 怕固拉多忽然身体 溢出一堆岩浆 一训练家一精灵 都一头黑线 安抚着固拉多 老顾 先冷静一下 我们还在你身上啊 别燃了 吼 这胖头鱼太可恶了 我们约好的 战斗第二 友谊第一 吼 好吧 此时 固拉多在方圆的安抚下 逐渐冷静了下来 反正等会还有机会 痛揍盖欧卡 不着急 不着急 吼 臭鱼 我来了 来一封高下巴 一声大吼后 固拉多越来越接近盖欧卡 吼 不过这一次 有特殊规则 我要求加入裁判 吼 落入海洋中 盖欧卡与固拉多对视 也发出了庞大的怒吼 不过同时还有点猛逼 裁判 盖欧卡 这才注意到了 固拉多肩膀上渺小的人类 吼 你搞什么鬼 盖欧卡目光死索 固拉多 他们之间的战斗 除了那个绿飞虫 会讨厌的来干扰 其他人 有什么资格干预 何况 还是一个人类 他当即口中 便凝聚起根源波动 想干翻固拉多再说 睡醒一觉 正好想打架呢 固拉多来的 正好 盖欧卡 我是阿尔宙斯的使者 世界术守护者 兼红之勇者 方圆 站在固拉多身上 微笑着和盖欧卡打招呼 同时释放出自己的力量波动 阻止盖欧卡 我知道 你们想要打架 不过 自然能量喷发就在这几年了 你们现在如果浪费太多力量 做无意义的 争斗 甚至到时候 把裂空做引来 从而让自己陷入沉睡 岂不是亏大了 到时候 自然能量就白白便宜 其他精灵了 盖欧卡表情微微变化 阿尔宙斯的使者 他口中的根源波动 缓缓散去 看向了固拉多和方圆 不明白 固拉多怎么和阿尔宙斯的使者 勾搭到了一起 不过 方圆刚才说的 倒也是实话 在自然能量喷发之前 做无意义的争斗 要是导致错过这次 自然能量的喷发 就得不偿失了 自然能量 是两只超古代精灵 互相争斗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不为了争夺这个 他们才懒得打架 也不会积累出 一年来的仇恨和激情 X 固拉多露出深不可测的表情 好 挺好 打上一架 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能体会到你们的心情 不过 我们先立个规则 比如 打架中不能进行原始回归 要把力量控制在一定范围 约定一个分出胜负的方法 这样的话 就能避免无休止的战斗 或者力量影响范围 过大影来裂空做了 方圆连忙到 现在是热热身 等争夺自然能量时候 你们在全力以赴 多好 又能战斗 又不至于耽误 要紧事情 方圆擦了擦汗 总之别因为他的原因 打起来就好 好 规则 戴欧卡 还是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 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 常态进行战斗 不进行原始回归 战斗限制在一定区域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而分出胜负的方法 只要 一方把另外一方 压制超过两分钟 就算哪一方暂时获胜怎么样 方圆微笑道 他劝了固拉多 半天也没劝回来 这两只超古代精灵的战斗 果然是无法避免的 但欧卡陷入了思索 不进入原始回归 等于不会浪费自然力量 现在只是普通的约架 浪费自然力量 的确不值得 而且 常态的话 他的水系 力量不受固拉多的限制 这样看来 自己还是占据一点优势的 而限制战斗区域 就不会引来裂空做 那个烦人的家伙了 也正合他意 至于约定判断胜负的方法 也能避免无休止的战斗 浪费体能 这些规则 倒也能让盖欧卡接受 他没想到固拉多这个傻大哥 还懂得用战斗规则 来避免损失 喉 我接受了 盖欧卡道 而方元也笑道 好 对了 你们两个都是超古代精灵 应该不会打着打着 就忘记规则吧 喉 两只超古代精灵 表情傲然 开什么玩笑 别把精灵想得 人类一样 懂得耍赖 好 既然你们同意了 那我就担任这次的裁判了 方元松了口气 盖欧卡 固拉多 方元三方交流的时候 大巫等人已经目瞪口呆 什么情况 顾拉多 原来不是 来打架的吗 怎么和盖欧卡聊上天了 而且似乎 方元也插入了其中 毫无违和感地 和两只超古代精灵聊着天 他们在说什么 米可利好奇问 不知道 千里摇了摇头 说起来 这个方元 竟然可以和两只超古代精灵 正常交流 帅哥恶然无比 这怎么可能 不对 还是有可能的 他看向了莉拉 毕竟莉拉 可是亲眼看见 方元一口气 召唤了十几只传说精灵 来攻打火箭队的 方元 不仅和那十几只 传说精灵有交情 即使是和这些超古代精灵 都能交流上 这是什么超能力 可恶 莉拉深呼吸了口气道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看来 有方元尖胜在中间交涉 两只超古代精灵 是不打算发生战斗了 只要他们不进行战斗 方元地区 就可以安然无 哄 莉拉还没说完 随着方元 从固拉多身上跳下 按下精灵球 放出快龙乘骑 快龙飞向高空 盖欧卡和固拉多 同时口中 凝聚出庞大的能量波动 青蓝色的光线 从盖欧卡口中喷射出 其内蕴含深不见底的 精神 海洋之力 而固拉多这边 则是汇聚耀眼的 白绿色阳光烈焰 蕴含恐怖的太阳力量 与之碰撞 砰的一声 光柱滑过 两道无比恐怖的大绝招 在海洋中央炸开 恐怖的招式余波 在海面刮起一层涟漪 并且这层涟 以一股匪夷所思的速度 化为巨浪 拍向烟火岛 岛屿上 熔烟队的成员们 原本以为可以趁机溜了 可是随着固拉多 和盖欧卡一动手 他们瞬间傻眼 不过好在 现在拍来的巨浪 比之前的小一些 然而 轰隆一声 熔烟队成员 还没高兴多久 沉睡着的烟火岛火山 这一刻 也猛然喷发出岩浆 为了不让自己的岛屿被淹没 顾拉多 直接唤醒了火山之力 熔烟队的表情 瞬间轻律 这不比海啸更燃 一瞬之间 岩浆与水流对峙 一场惊天大战 即将发生 强烈的飓风渔波 甚至让大吴等人 乘坐的直升机 摇摇欲坠 在周围几人胃疼的目光下 利拉捂住嘴巴 摇了摇头 我什么都没说 算了 大吴沉默地 看着交战起来的超古代精灵 随后 目光锁定到了 刚才顾拉多肩膀上的方圆身上 我们还是问问看 这位神秘的方圆先生 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顾拉多和盖欧卡 交锋瞬间 方圆乘气快龙 远离了战斗现场 他可不想 被两只超古代精灵的 战斗鱼波波击到 哪怕是没有回归 原始之前的超古代精灵 不过 刚刚飞上天空 让方圆意外的是 忽然之间 他感觉 一股庞大的念力 锁定了自己 方圆和他 肩膀上的一步 督下意识地 朝着更高处的天空看去 那是一架 正在接近他的直升机 并且直升机之外 还有一只银色的 闪光聚精怪 宝架护航 感受到聚精怪 高级守护神的实力 方圆表情古怪 他拍了拍快龙的身体 他们也缓缓 向着那边接近起来 片刻后 方圆飞到了 和直升机相同高度 看清了 里面的人 大巫 米可利 帅哥 千里 莉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都是熟人 而此时 直升机门打开着 这五人 都在用难以表达的眼神 看着方圆 定 方圆先生 究竟是 怎么回事 你不是去安置 固拉多了吗 为什么固拉多会来到这里 莉拉问道 方圆 难道要我说 是因为我薅了固拉多羊毛 导致盖欧卡苏醒 然后引发了两只 超古代精灵的战斗 肯定不行啊 我也想问 盖欧卡 怎么忽然苏醒了 原本我安置好固拉多后 一切平静 我还特意守护了 固拉多几天 怕出现什么意外 结果 就在我刚想离开的时候 固拉多苏醒了 现在看来 果然是受到了盖欧卡吸引 方圆语气中充满无奈 抱歉 方圆先生 我是大巫 方圆地区的冠军 盖欧卡的意外苏醒 是我处理不当 大巫抱歉道 如果不是他们犹犹豫豫 迟迟没有抢夺盖欧卡 盖欧卡 还不一定会苏醒 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 固拉多和盖欧卡 再次战斗了起来 难道千年之前那场灾难 又要重现了吗 尼可利表情凝重无比 作为琉璃之名的后裔 他太清楚 固拉多和盖欧卡 完全发生战斗后的后果了 而那也根本不是什么 冠军级训练家 天王级训练家 就能阻止的灾难 几人表情都微微变化 这时 方圆开口 放心 本来他们 是要拼命干起来的 不过好在 我精灵员比较好 他们听了我一句劝 决定 遵守规则战斗 不进行原始回归 战斗余波 也不会波及出这片海域 现在 我是他们对决的裁判 所以 应该很快就能奋出胜负了 唉 刚刚拯救完橘子群岛 没想到 现在又要来拯救方圆地区 和超古代精灵交流 太累了 大巫先生 你们可是欠了我一个人情啊 大巫 尼可利 帅哥 千里 莉拉 等 等一下 信息有点多 超 超古代精灵对决的裁判 还特喵有 这个职业 不呸 一部和方圆身下的快龙 都嘴角抽搐着 明明都是你的锅 怎么成方圆地区 欠你一个人情啊 不过干得漂亮 方 方圆先生 你是说 你和那两只 超古代精灵交涉好了 他们的战斗 接下来不会影响到人类城市 尼可利无比惊诧 这 这怎么可能 如果超古代精灵 肯听人类的劝 那么千年之前 也不会发生那样的灾难了 人类也用不着召唤裂空座 来平息他们的战斗了 嗯 他们现在是友好切磋 方圆点头 大巫 嘴巴张大 完全没想到 是这么个展开 之前 就听好友米可利说 这个方圆先生非常特别 现在看来 已经不是特别不特别的问题了 真的吗 如果两只超古代精灵之间的战斗 不会造成大范围影响 我欠方圆先生 你一个人情 大巫对着方圆道 我也是 千里点了点头 方圆 沉默 都是我应该做的 哼 方圆化落时候 两只超古代精灵战斗的 正激烈 戴欧卡一道根源波动 直接把固拉多打翻过去 而从海底拔空而起的一道断崖之剑 也将盖欧卡弹飞 两只精灵 各自被对方的绝招击中 都暗中咬牙 这家伙 此时 盖欧卡看起来周围的环境 海面正在一点点 被固拉多身躯冒出的岩浆侵蚀 形成大地 再加上深海之下的地漫和地河 也算大地的一部分 所以即使在海洋之上 他和固拉多的战斗 也并不是他占据优势 每次固拉多的断崖之剑 都能让盖欧卡肉痛很久 因此 为了想办法对付固拉多 盖欧卡在某个时间段学会了 用超能力飞行 凭借飞行 他就能远离海洋和大地了 这之后 固拉多的断崖之剑 就不怎么可以打中他了 此时 看到固拉多又不要脸的沟通大地 使用断崖之剑偷袭后 盖欧卡直接瞪着眼睛飞行起来 不断升高 躲避起一根根快速 从海面拔起的断崖之剑 吼 你还是那么没长进 断崖之剑是不管用的 随着飞起来 盖欧卡发出叫声 嘲讽其海洋上站着的固拉多 而固拉多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此时 直升机上 米可利看着战斗 沉默道 不过 这样下去 真的可以奋出胜负吗 传说中记载 不仅仅是一千年前那场战斗 从超古代开始 盖欧卡和固拉多每一场战斗 都要进行数十天才能奋出结果 两只超古代精灵的 体能都近乎无穷无尽 再加上盖欧卡 总是用超能力飞行 来拖延时间 而固拉多不会飞 米可利开口时 方圆否认道 谁说固拉多不会飞 放心 这场战斗 很快的 啊 大巫 米可利 莉拉等人 看向了方圆 什么意思 方圆看向了海洋中 当下 盖欧卡为了躲避断崖之舰 已经飞行了起来 并且似乎还有些得意 至于固拉多 则在下方无比的沉默 目中有光 仿佛就在等待这一刻 喉 喷出一道阳光烈焰 对抗了根源波动后 固拉多大喊 喉 有本事你下来 你不是海洋创造者吗 连在大海中战斗 都不敢了吗 盖欧卡不想理会固拉多 他是靠召唤陨云 来扩张大海的 天空和海洋 对他来说都一样 他鄙视地看着固拉多 固拉多自己不也一样 说是大地创造者 但原始回归后 主要依赖的 却是天空中的太阳力量 他们都是靠天空上的东西 创造大地 海洋的 稍微飞飞 也不过分吧 哦 他忘了 固拉多不会飞 好 有本事你上来啊 一年来 这已经不是盖欧卡 第几次嘲讽 固拉多了 硬了 拳头硬了 固拉多握住拳头 不光直直地盯着 天空中的盖欧卡 好 如你所愿 固拉多应答后 他皮肤接壤出一颗 带有翅膀图案的 蓝色Z纯金 直接被固拉多 沟通光能激活 一瞬之间 为蓝色的光芒 营绕固拉多全身 他浑身上下 散发起了天空的力量 仿佛有一对 巨大的风之翼 在固拉多身后凝聚 见此一变 盖欧卡在天空中愣了一下 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固拉多 便又立刻张开双臂 刚才从海面 插出的断崖之剑 竟然直接凝聚在了 他的手上 海面上 固拉多周围气流涌动 双手各持一把断崖之剑 这造型 直接让盖欧卡 有点发猛 差点失去了思考能力 等一下 上次他们战斗 固拉多 还不是这个战斗风格啊 你不是固拉多 你是谁 好 飞天欲见流 固拉多一声大吼 哄 狂风四起 他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化为一道光飞向天空 速度之快 完全不是盖欧卡 用超能力飞行 可以比的 好 看到固拉多真的飞行起来了 盖欧卡彻底傻眼了 而且 固拉多飞行的速度 实在让盖欧卡觉得离谱 他瞬间 回忆起了裂空座 用神速 画龙点睛 蹂躏他们两个时的场景 至于说固拉多 和裂空座的飞行速度 有什么区别 盖欧卡总结出了一点 反正都比他用超能力 飞得快 此时此刻 如果盖欧卡是在海洋内 以他的速度 或许可以反应过来 但随着他自己先主动升空 在飞行系Z招式面前 他的速度立刻显得有些不堪了 盖欧卡瞳孔一缩 耳边回荡着固拉多那句飞天欲见流 的时候 他腹部瞬间遭遇了X字形的剧烈冲击 一道猛烈的飓风 从他身边横扫而过 两道断崖之箭 直接交叉劈砍 在了盖欧卡腹部 哦 盖欧卡大脑发猛时 固拉多已经飞得比盖欧卡更高了 宛如化为一道战斗龙卷风 他挥舞着断崖之箭 剑舞之力继续强化 然后他目光向下看去 借助星球本身的重力 硬生生再次劈砍而下 携带着天空和大地共同的分量 吼 飞天欲见流奥义 急速俯冲Z是 厌烦 固拉多按照方圆教的 像模像样地学习着 哄的一声 再次把悬浮在天空的盖欧卡 砸向海洋 盖欧卡急速坠落之时 一柄断崖之箭 又猛然从大海拔起 等待着盖欧卡 固拉多心中猛哼 傻了吧 也也会飞 而且会飞天大地 剑术了 盖欧卡 我是谁 我在哪 他是谁 傻眼了 大巫 米可丽 千里 帅哥 莉拉等人彻底傻眼了 虽然说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看超古代精灵的对决 但是 相关的资料 他们可没少看 超古代精灵大战 一直以来是方圆地区有最多 记载的传说文献 可是 那些资料中 没说过 顾拉多和盖欧卡的战斗方式是这样的呀 大地创造者 和海洋创造者 在空战 离谱 顾拉多 这是什么造型 他们 怎么感觉在看三流导演拍的武士电影 顾拉多 真的会飞了 莉拉茫然无比 这也能乃中 我怎么感觉顾拉多的飞行技巧 那么像阿罗拉的Z招式 帅哥茫然 看向方圆 方圆摇头 我不知道 别问我 与我无关 我只是一个路过的方圆就是主 此时 要说最茫然的 还是盖欧卡 他一瞬间就被顾拉多这一套连招打猛了 他和顾拉多 都不是那种灵活性的精灵 所以他们处处受力量 比他们还高一级 速度还比他们快得裂空做压制 现在 顾拉多竟然也获得了这么快的速度 直接让盖欧卡呆滞了住 有些无法招架 他上一年来积累的和顾拉多的战斗经验 这一刻 完全派不上用场了 好在 顾拉多的力量 不像裂空座那么克制他 不像那么霸道 所以此时 即使顾拉多攻击 很凶猛 盖欧卡也不至于受重伤 不过 虽然不会受重伤 但此时盖欧卡确确实实是 受到了惨烈的压制 无法还击 他在努力适应当下顾拉多的战斗风格 可顾拉多也很聪明 不给盖欧卡机会 拿起断崖之剑 就是一顿猛干 朝着胖头鱼的脑袋砸 别说规则中的两分钟了 顾拉多硬生生 追着盖欧卡砍了五分钟 犹如一个小喷气飞机 让盖欧卡猛的 哼 一番劈砍 顾拉多很爽 但 顾拉多也有点用力过头了 原本理论上 是能无限制使用的飞行 Z纯金 随着顾拉多力气过大 消耗大于自动充能 纯金猛然崩碎 好 天空中 顾拉多茫然的重重的落向大地 只感觉身体忽然变重 咕了 Z纯金碎了 那他还怎么飞 其他飞行技巧不好用啊 诶 等一下 自己是不是已经赢了 顾拉多砰的一下落地后 看向了水中 漂浮着的猛逼的盖欧卡 一愣后 顿时大吼 咕了 哈哈 时间到了 我赢了 臭鱼 认输吧 还是你想抵赖 好 你要是抵赖 我保证第二天 全世界的精灵都知道你耍赖 顾拉多 盖欧卡 盖欧卡忍受着全身上下传来的酸痛 有些无法理解的 看着顾拉多 他无法接受 自己受顾拉多压制的事实 怎么可能 不科学啊 这不科学 顾拉多到底是 怎么飞得那么快的 速度的灵活程度 完全不逊色 真正的飞行系精灵了 无比灵活的速度 再加上断崖之剑 蕴含的大地的分量 短时间内 即使是盖欧卡 也难以招架 好 认输 顾拉多催促到 现在没C纯精了 他也不想打了 方圆 好像之前说 还会多送他一点 等他有C纯精了再打 好 我没说 盖欧卡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回忆起规则 他脸色又一黑 好 这次只是热身而已 算你热身赢了 等自然能量出现时候 输的一定是你 最终 盖欧卡 还是没好意思 翻脸不认规则 好 哈哈哈哈 看到盖欧卡认输 顾拉多无比的开心 瞬间感觉自己凝聚红色宝珠给方圆 也不是很亏了 不过此时 盖欧卡当然不是心甘情愿认输 他认输 也是为了让顾拉多大意 盖欧卡心中危机感十足 顾拉多怎么能飞呢 虽然现在双方都没原始回归 不是全力以赴 但是此时的顾拉多 无疑比之前更强了 盖欧卡担心了 万一之后 在争夺自然能量时候 顾拉多展现出了更强的手段 他就危险了 想到这脸 盖欧卡继续黑着脸问道 好 这次算你赢了 告诉我 你新的战斗技巧是怎么回事 顾拉多 好 我 天才 盖欧卡翅膀疼 到 好 是不是和那个裁判 你是不是请外援了 他太怀疑了 苏莱和他一样 除了沉睡 就是打架的顾拉多 忽然和人类勾搭在一起 要说没点什么 他是不幸的 盖欧卡 这一才 顾拉多直接表情一变 不过 很快又否认到 好 没有 盖欧卡冷目相对 一副看穿了顾拉多的模样 他直接飞行起来 飞向直升机的方向 很快 在大吴 米可利等人震惊的表情下 盖欧卡飞到了空中 与直升机和旁边的方圆对视了上 看着来势汹汹的盖欧卡 快龙身上的方圆 一步咽了口口水 干嘛 按照规则 是 顾拉多赢了 就到此为止吧 方圆缓缓道 戴欧卡目光 审视 发出怒吼 顾拉多的飞行 是不是你叫的 是 方圆点了点头 盖欧卡沉默片刻 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 然后直接转头潜入大海 同时留下一句话 我也想学 有时间来找我 我会在 顾拉多给你什么了 我给双倍 说完 盖欧卡 就在顾拉多瞪着眼睛的情况下 直接潜入大海溜走 方圆 这 下方 顾拉多大吼 吼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不许叫 方圆沉默地看着下方 点了点头 放心 老顾 咱们是朋友 一般我是不会出卖朋友的 此时 随着顾拉多和盖欧卡 离境大喊交流 大巫的巨金怪 有些发猛 他 听懂了呀 妈咽 顾拉多的战斗技巧 是眼前这个人教的 不对劲 这场战斗 有黑怒 康金 闪光聚精怪瑟瑟发抖 留着冷汗地看着自家训练家 和底下的顾拉多 飞走的盖欧卡 第1070章 收服顾拉多 烟火倒海域 随着盖欧卡扑通一声 沉入大海游走 顾拉多在下方怒吼 盖欧卡的无耻行径 而方圆 已经在 歪歪挠不起来 自己是先去找盖欧卡呢 还是先去找大巫呢 至于米可丽 惨遭淘汰 实在是因为大巫和盖欧卡太太太阔了 可 方圆擦了擦口水 他听着下方顾拉多的怒吼 意识了过来 还是先安抚顾拉多吧 方 方圆先生 帅哥等人 还在呆呆地看着方圆 很想问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盖欧卡会忽然飞上来 与他对视 当才盖欧卡说了什么 此时 顾拉多又在下边怒吼什么 没什么 对战 看来已经结束了 这次的事件 也算是落幕了 方圆微笑看着他们 大巫先生 之后 我会去德温公司 拜访你的 详细情况 到时候我再细说 啊 那你现在是要 大巫问 哦 我还是先把顾拉多 送回家吧 两只超古代精灵 刚刚战斗完 此时情绪可能都不太稳定 我去安抚一下 你们忙你们忙 大巫等人啥也不敢问 啥也不敢说 行吧 你说是啥 就是啥 片刻后 大巫等人沉默地 看着方圆站在 顾拉多肩膀上走远了 而此时 看到顾拉多走远 直升机旁边的闪光聚精怪 也终于松了口气 呼 闪光聚精怪喘着大气 擦了擦汗 话说 聚精怪 你从刚才起状态就有些不对 对了 刚才顾拉多 盖奥卡 方圆 他们的对话内容 你有听懂吗 大巫好奇地问向自家聚精怪 虽然超古代精灵的语言 比较难以理解 但是 自家聚精怪的智商可是很高的 大巫尝试性地问了问 聚精怪 米可丽 千里 帅哥 莉拉等人 也看向了聚精怪 康金 聚精怪苦着脸 他听懂了一部分吧 只是 他不怎么想说啊 不过 看着自家训练家 迫切想知道内幕的目光 聚精怪沉默了一下 还是把自己分析出来的内容 告诉了大巫 康金 随着聚精怪结巴着解释 大巫表情一僵 极为震惊 而看到大巫的表情变化 听不懂聚精怪语言的米可丽等人 连忙问道 大巫 聚精怪说了什么 这 大巫表情茫然 在风中凌乱地看着消失的 咕拉多被引到 聚精怪说 咕拉多的飞行 技巧 是方圆帮忙训练出来的 而盖欧卡飞上来 是想邀请方圆过去 成为他的训练家 聚精怪点头 全场最佳翻译 聚精怪 他也就听懂了 大致意思 也就大致地说了出来 总的来说 意思上没什么毛病 但是哥大巫等人听来 却有一种蛋疼的微妙感 咕拉多的怒吼 竟然是在骂盖欧卡 跟自己抢训练家 两只超古代精灵 竟然再争一个人类训练家的训练机会 这一刻 大巫的三观有点破碎 忽然感觉 剧情根本不是方圆一开始说的那样 当 当 大巫转述完 米可丽 千里 帅哥 莉拉等人也头顶问号 有些消化不了这句话的意思 他们齐齐看向了聚精怪 这怎么可能 聚精怪 你确认自己没听错吗 康精 聚精怪黑着脸 应该没吧 你们快别说了 背后一论超古代精灵多不好 话说 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待不下下边逃窜的熔岩队 大巫等人 依然有点窒息 信息量实在有点大 怪不得号称 有超级计算机大脑的聚精怪兜 有点吃不消 一天后 之前有大地石板的那座火山岛上 方圆正在跟固拉多进行着DN变的解释 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去找盖奥卡的 我也绝对不会教他Z招式 送他Z纯金的 你相信我 吼 我信你个鬼 那你干嘛急着离开 方圆道 我也不可能总待在这座岛屿啊 而且 你制造的那两个特殊特训环境 我的精灵基本都适应了 我还留在这里干嘛 你还真想让我陪你几年啊 而且我也该为你去找星资一纯金了 吼 适应了 这么快 固拉多表情一变 方圆一头黑线 到 你制造了特训环境 就撒手不管了 但是我得监督他们 总的来说 他们算是初步有了训练成果了吧 但想有更大的成果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还有其他任务在身 所以我不可能久留了 方圆也没想到 固拉多竟然舍不得他走了 吼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固拉多还是有点不相信 宗颜狼人 他们这么快 就适应了自己创造的特训环境 方圆耸耸耸肩 索性跟着固拉多一起去看了 此时 火山口中 干裂的炽热 大地上 宗颜狼人被烤得通红 如果把它看作一块石头 绝对是酷热的夏天中 坐上去 绝对烫屁股的那种石头 与炽热的身体 形成了鲜明对比的 是宗颜狼人 那有波导之力 凝聚的蔚蓝色的眼睛 如果说宗颜狼人 此时的身体 火眼晶晶一般 宗颜狼人 这源于世界术的眼睛 再次发生了一遍 现在 除了可以看见负能量外 他竟然也可以隔着地表 清晰看到深层大地流动的 大地力量了 对于宗颜狼人来说 凭借这个能力 即使他不是地面系精灵 也可以更好地使用大地之力了 对于大地的亲和度 将不逊色真正的地面系精灵 得益于这双波导之铜的辅助 宗颜狼人 借助炽热大地的力量 以经岩石 地面 格斗三级常态 夸入顶级领域 可以初步地使用大地之力 强化岩石力量 修行成果 算是告一段落 凹屋 看到 方圆 固拉多他们来了后 在岩浆中洗完澡 又跑到大地上 打滚的宗颜狼人 立刻舔着舌头 想询问固拉多大佬 能不能把这地面 变得再热一点 自从掌握 大地之力后 他怎么感觉 这里不怎么烫了呢 固拉多 宗颜狼人 给固拉多表演一下 你新学会的组合剂 断崖之剑 方圆到 吼屋 听到方圆的命令 宗颜狼人立刻点了点头 目光炽热下 狼爪子拍向地面 下一刻 距离宗颜狼人 不远处的一处地面 轰然裂开 并且其中冒出红光 一根直径两 三米 高达近十米的暗红尖石 以破空之势 猛然拔出 其上散发着的白色蒸汽 预示着这根尖石的温度 和破坏力 绝对远超普通的顶级必杀技 其实 他的断崖之剑 和固拉多的断崖之剑 还是有区别的 固拉多的断崖之剑 是直接凝聚大地和岩浆的力量 形成一把大地利刃 而宗颜狼人的断崖之剑 则是由大地之力 招式沟通大地的力量 然后通过大地的力量 强化坚实 攻击这个岩石系招式 温度和破坏力 肯定是不及固拉多的断崖之剑 但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可以说 此时的宗颜狼人 已经掌握了断崖之剑的几分神韵了 如果是他超古代化后再使用 虽然威力可能比起 固拉多的断崖之剑有不足 但是气势 绝对不逊色 多少了 方元已经期待起 拿着宗颜狼人去跟这个世界 掌握极具化的训练家PTA的场景 就看看谁更大 好 固拉多眯着眼睛看着 宗颜狼人 这条狗 有点东西啊 好 固拉多大佬 我想学体内 冒岩浆 我想给世界树一个热情的惊喜 好 叫不坏 滚 确认了宗颜狼人那边 的确初步有了收获之后 固拉多又跟着方元 来到了大日照这边的区域 此时 这片区域的能量 已经近乎枯竭 方元队伍中 能在这片区域 有些收获的精灵不多 不过虽然不多 但是方元等人 也如蝗虫一般 没打算放过眼前任何一份资源 巴娜 比如 虽然妙蛙花 不适合这种暴躁的阳光力量 但宁可忍着痛 也不浪费 庞大的妙蛙花 趴在外围 借助阳光力量 不断使用生长招式 来强行变强 虽然暴躁的阳光力量 会导致她身体出现损伤 但是她又立刻用光合作用修补上 算是达到了一个相应的平衡 此时她实力没有值得飞跃 但一番折腾下来 倒也让妙蛙花的身体 素质翻了一倍 可以正面 应对火系天王级精灵了 探到方元 顾拉多 他们过来 妙蛙花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继续修补着创伤 除了妙蛙花外 还有烈焰猴 也在做着节约型特训 对于掌握怒火 意志之言 这种心灵火焰的烈焰猴来说 在掌握太阳能量 对她提升也不是很大 远没有生命力量提升更大 何况因为种族原因 烈焰猴也难以掌握太阳能量 所以这一次 她也只是借助大日照环境 进行着常规的特训 没有去浪费精力 尝试去掌握什么太阳火焰 大日照天气下 对于火系精灵锻炼 火系招式的提升来说 还是挺不错的 不过可惜 这些还不足以让烈焰猴 以常态突破到守护神级 哇 烈日下练拳的烈焰猴 撇了过来的方圆 固拉多他们一眼 觉得 这处特训环境有点无聊 果然还是打架提升实力更快 传说资源什么的 不适合他 我家烈焰猴想跟你打一架 分开之前 请指教一下他吧 方圆路过烈焰猴时候 看到他的眼神 和旁边的固拉多说道 不用留手 断崖之剑就很帅 猴 跟我打架 可以 断崖之剑警告 哇 烈焰猴呲牙咧嘴 没有的是 别瞎说 就固拉多这个大家伙 他特喵的开八门都打不过 方圆是想让他死吗 挑战固拉多 还是等他能无伤开启八门再说吧 他怀疑方圆 就是想手动开启强化 buff 他才不上当 方圆队伍中 唯一从大日照中获得不错收获的 就是因为梦幻基因的适应性 从而掌握了太阳力量的伊布了 此时 伊布已经进化 为了太阳伊布 漂浮在距离迷你太阳最近的地方 进行着冥想 将大日照之力 转化为精神力量 可以很有效地提升他的 超能力造诣 这一次的转化 让之前伊布和方圆 在凤王那边获得的积累 彻底爆发 太阳伊布的形态 不靠心之力 如今也直接拥有了 顶级守护神的实力 也就是精灵世界的最强冠军级 到了这个实力 伊布想再进一步 就是准传说级了 单靠精神力量的积累 已经不足以达到那个领域 可能需要修行传说力量才行 这时 大日照之力 对它的提升效果 也开始不明显了 所以 方圆才说 固拉多提供的特训环境 已经被它们彻底吃透 好 太阳能量 我还可以继续补充的 再待几年吧 固拉多剑 真的没东西能留住方圆了 打算加大量试试看 方圆 这不是加量不加量的东西 我该去其他地方找石板了 固拉多 固拉多还是担心方圆去找盖欧卡 放心吧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方圆刚想忽悠 不过 猛然间 他话锋一转道 要不 你跟我一起去旅行找石板 在我身边监督我 这样 就不用担心我偷偷去找盖欧卡了吧 固拉 固拉多愣了一下 想到这个说辞 方圆立刻为自己的机制点赞 如果能把固拉多忽悠走 这可比好盖欧卡羊毛 有意思多了 方圆化落 冥想中的伊布 忍不住睁开眼睛 练拳中的烈焰猴也停了下来 哎呀 这 方圆 你怎么什么都敢说 固拉 固拉多微微一正 也对哦 既然方圆不愿意留下 自己跟着去监督方圆 同时还能亲自去拿 CE纯金 貌似也不错 之前才在一起几天 他就能压制盖欧卡了 多待一些日子 岂不是要飞上天和猎空坐肩并肩 对于寿命 无限的他来说 跟着方圆出去溜一圈 也没什么关系 猴 行 我跟你走 固拉 话说 你其他精灵柱的那个精灵球 好像很方便的样子 里面睡觉舒服吗 和岩浆比的话 方圆 我特妙 舒服 绝对舒服 我这就去托人 要个大师球过来 绝对是最舒服的精灵球 方圆傻眼了 真成了 自己 这是要 收服固拉多了 虽然可能只是短暂的 同行 但这也 太爽了吧 听到固拉多肯入队 方圆 甩开固拉多 寻找盖欧卡的计划 立刻变成了 如何和固拉多 一起去好盖欧卡羊毛的计划